新建一个零件文件 选择前世纪准面作为草图绘制纪准面 然后单击草图工具栏中的草图绘制图标 将其作为草绘平面 单击草图工具栏中的直线图标 再绘制在绘图区域绘制轴的外形融合线 然后单击尺寸几何关系工具栏中的 智能尺寸提标 为草图绘阔添加驱动尺寸 发建轴的全长文125 再标注细节尺寸 这样可以有效避免草图绘阔 再添加驱动前几何关系的变化 继续按照我们所说的方法绘制草图 再标注细节尺寸 感谢您的观看 继续绘制草图 定位草图标注尺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标注草图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标注草图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标注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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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特征工具栏中的导角图标 设置导角距离为1 选择各轴紧续标 继继继续标 继续标注尺导标注尺导标注尺导标注尺寸 继续图标 然后退出草图 选择特征工具栏中的拉伸切除图标 弹出切除拉伸属性管理器 设置切除的终止条件为给定深度 深度文本框中输入切除深度为4 单击确定图标 完成键槽的设置空间 然后我们继续继继继继 发建 新建草图 选择直径为32轴段的左端面 单击草图工具栏中的草图绘制 图标创建一张新的草图 单击泡面视图图标 进行设置 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泡面观察设置 在泡面观察中 在草图上 绘制过圆心的三条构造线 其中一条是数值直线 定了条标注角度驱动尺寸为30 以泡线面的前端面 作为绘图基准面 单击草图工具栏中的圆图标 绘制一个与轴同心的圆 并将其设置为构造线 标注尺寸为23 作为建草空刀的定位线 单击草图工具栏中的 直线按钮和圆图标 绘制草图 并添加平行关系 单击尺寸几个关系 工具栏中的添加几个关系图标 为所绘制的初始草图 添加与构造线平行的几个关系 并单击尺寸关系工具栏中的 智能尺寸图标 为草图添加驱动尺寸 单击草图工具栏中的 绘制圆角图标 为建草空刀截面 添加0.5的圆角 然后 单击添加几个关系图标 为建草空刀截面 0.5的圆角 和直线为23的构造源 添加相切的几个关系 切削截面 最终绘制完成 继续按照我们所说的方法 绘制草图 谢谢你 因不等 继续按照 继续按照 amo тебе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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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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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